第四就是聆听你的团队推荐的音频或短视频 为什么要听这个音频和短视频呢 因为现在呢很多人都很忙啊 如果你是用副业的这个时间来发展 类似MV这样的生意的话 你通过音频和这个短视频的话 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比如你在上班的时间 你在驾车以其听其他的音乐或者歌曲的话 你想发展你的业务 你就可以用那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车程 听这个音频或者说短视频呢 就等于你在上课了 所以你上班的路上你已经上完一堂课 下班的路上你又上了一堂课 那么你将会比任何人呢 发展这个业务的这个时间呢 更快速 你要达到目标的时间会缩短 因为真正上课的时间 可能一个星期一次或者一个星期两次 对吗 所以音频呢 这个短视频呢 它除了可以让你节省时间以外 它还可以让你可以重复的听 让你更容易的去 明白那个演讲或者是老师讲的这个内容 你甚至可以模仿它说话的这个方式 讲的内容 那么这个讲我们讲会事半功倍 久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研发你自己的这个说法 我发展的 对于是 认课